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官客思深 不堪玄并影 来对白头饮 路众飞难尽 风多响一尘 无人兴高洁 谁为表语心 洛宾王七岁就凭一首永娥 或称神统 红遍大江南北 少年成名 并没有让他的人生一帆风顺 甚至一度遭人诬陷 被迫下狱 失忆之人总是格外多愁善感 在狱中 他看到秋蝉两翅乌黑 如少年青丝 而自己却长出星星白发 不禁伤感无限 秋天路众风多 秋蝉已无法高歌飞翔 这与狱中的自己 何其相似 想到这里 识人怨愤至极 冲口而出 我如秋蝉一般高洁 又有谁能相信 蝉我一体 不可分割 有误师写到这个境界 才算是寄托摇身